詞曲 李宗盛 溫度疫情噴發兩年多 不少人的生活都被打亂了 為了維護社會機能與運作 不少人都堅守崗位 更入網路溫度計做了一項調查 扛起疫情的十大基層人員 哪一個職業民眾最有感 醫護人員 1922接現身 醫護人員 接現身 醫護人員吧 醫護人員 覺得是接現身 我覺得是醫護人員 我也覺得是醫護人員 不管怎麼樣他們還是堅持下去 醫護人員 就是因為穿著那個衣服 然後都沒有辦法 然後時間那麼長 沒辦法喝水上廁所 醫護人員 因為畢竟是前線 他們最辛苦的地方是哪邊 因為他們要最直接接觸病患 就是確診的可能性 本來就是比其他人更高 應該是1922吧 為什麼 因為就是很多人確診 然後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那個1922電線就會被打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醫護人員 怎麼說呢 現在確診的人太多了 他們都要一直在裡面顧一些病患 一個人要顧很多個 所以他們很辛苦 我覺得應該是接現身 因為每天確診人真的太多了 就是永遠電話都接不完 然後人又一直打進去 然後有時候如果沒有接到 他們又會被罵 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還要頂著就是 疫情的風險 1922接現身 有很多電話要接 會很累 而且還不知道哪時候會打過 怎麼話想要跟這些辛苦的醫護人員說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 為我們繼續努力堅持下去 大家都要配合啦 對 自己的防疫要做好啊 不要造成他們的一些 工作上的壓力 針對那些年扛起疫情的 十大基層人員 我們剛剛做街訪 多數的民眾都認為是醫護人員 在那邊也要向他們 致上最高的敬意 你們什麼不同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